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美国之嘎歌的 之嘎歌 嘎嘎歌 之嘎歌 之嘎歌 来 之嘎歌继续讲吧 观音堂佛台的大厅与共修的房间是分开的 两个独立的房间 请问师父 佛友们在共修的房间里面 共修白话佛法 可以把观音堂的油灯关灭吗 还是一直点着油灯呢 点着油灯啊 没关系的呀 点着油灯啊 你们在共修白话佛法的时候 菩萨来多好啊 给你们加智慧啊 也不怕呀 把油灯关掉干嘛啦 剩油啊 你又不是用的橄榄油 好 感恩师父的慈悲开始 第二个问题 A同修梦到师父带了很多书生到 B那个书生家里去开光 然后呢 然后呢 但是呢 那个 B同修呢 就出门去弘法了 就是我私自到人家家里 对 然后呢 然后呢 A书生呢 就看到B书生已故的哥哥的照片 就挂在墙上 然后问师父 A书生是又给B书生的哥哥念小房子吗 你继续在梦中问们就好了 问我干嘛啦 就是说他们家里有人问他们要经文组合 听得懂吗 小房子就经文组合 好吧 对 那是又念多少张小房子呢 像这种到他家至少49张啊 明白了吗 那这个A同修是梦到这个B同修的哥哥 那这个A同修是要念小房子 那A同修可能跟他哥哥 B同修过去可能就是兄弟啊 芝加哥听得懂吗 芝加哥 干什么 那B同修念这个小房子给他哥哥 他还有 那B同修怎么样了 那为什么A这书生会有这样的梦境呢 我就跟你讲了 A同修上辈子就跟他过世的亡人有关系 因为很多我们认识的人都是上辈子的缘分 听得懂吗 所以A同修 A同修 B同修都是兄弟啊 要念一起帮帮忙念念们就好了 芝加哥啊 感恩师傅 还有那个B书生那个 这个人执着的不得了 他出不来了 师傅到B书生家里开光有什么含义吗 师傅到B同修家去帮他开光 就是帮他加持呀 师傅到哪里不是给人家加持吗 好感恩师傅 请你不要再B同修爱同修了 我就被你搞晕了头 最后一个 那B书生红法不在家里又是什么意思呢 我告诉你 你让大家开心的不得了 法起充满嘛 很好很好 你最后问题是什么 你最后一个问题我想不起来了 就是说这个B书生红法 去不 那师傅到B书生家里的时候 B书生不在家了 是代表什么意思呢 师傅帮他打他下去帮他做证 加持啊 听得懂吗 好 感恩师傅感恩师傅 终于没问完 帝子的问题问完了 最后就明天的法会 原本成功 感恩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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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问一个问题啊 我的娘啊 还好没有吸出来 再来个吸啊 低啊 我全部搞晕了 师傅好 感恩 感恩 南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摩赫萨 感恩 十方三世一切 诸佛菩萨 及隆天护法菩萨 感恩 慈爱的师傅 卢君洪台长 感恩在座的各位法师们 佛友们 大家晚上好 弟子代表温哥华共修组 向师傅请教三个问题 请师傅慈悲开示 第一个问题 师傅曾开示过 业障比例在百分之二十以内 宵夜会很慢 同修在念诵了六千经文组合后 想知道自己还需要念诵多少张经文组合 可以还清许愿一事修成的债 并消除剩余的业障 菩萨梦中提示同修 全家人需要放生数千的甲鱼 和数万乃至数十万的鱼 请问师傅 这种是个案吗 是菩萨提示同修 需要侧重于欠缺的某方面 来还债宵夜吗 有的 有可能的 有的人 比方说老友做梦啊 不舒服啊 或者做噩梦啊 就是有人盯着你要在 像这种呢 多念小房子 多念经文组合 如果你经常呢 好像就觉得身体不好了 好像好像就是觉得人啊 浑身无力啊 这可能要放生 明白吗 其实菩萨跟你们关系很近的 有时候做梦就做到菩萨 做梦做到护法神提醒你 有些梦很准的 梦不要小看它 有些人说出事就出事了做梦 我告诉你很多人出事之前 都能做到一连串的相关的梦的 千万不要小看了 台长异梦很准的 所以你们尽量告诉我 我来帮你们翻译啊 感恩师傅 第二个问题 当我们许了一世修成的大愿 往往后面会跟着很多考验 请问师傅 这是因为我们的愿力 与我们的境界功德 不匹配的原因吗 是的 你取了这么大的愿 但是你做不到 你比方说我一定要做劳动模范 你天天上班准时到 没用的 劳动模范要比人家 早来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啊 把人家全部工作做好 你否则怎么做劳动模范呢 对不对啊 就是说你做了讲了一定要做 你做不到你讲了 那你就会有很多问题出来 你比方说你在单位里说 我跟大家表态 我一定要做劳动模范 大家鼓掌了 哎呀就给你很多的福利了 但是你天天不好好的努力 最后大家笑你骂你讲你 到领导这里去讲你不好 你不就完了 听得懂吗 道理都是一样的 喜愿太高做不到 那你就会有麻烦 听懂了吗 听懂了感恩师傅 第三个问题 师傅说身口意都可能造业 修行到最后意念很重要 请问师傅 当心里有不好的恶的思想 我们应该怎么面对呢 去掉呀 经常用好的意念 把不好的意念去掉呀 听得懂吗 比方说你这个人在钱财方面 守不住 你就不要去看钱 不要去碰钱 你就慢慢就守住了 比方说你在男女方面守不住 你就不要去看女孩子 也不要去看帅哥美女 听得懂吗 不要去看 看见一个很漂亮的 听得懂吗 看见一个很难看的 也不要去看 因为难看的 你一看他 人家有自卑感出来了 就人的眼睛不能乱看到 所以很多时候 意念为什么重要啊 意念就是说 你没去做 你心里想做了 就是犯罪了 你跑过一个银行 你看见人家在点钱 你在门口路过的时候 我又没讲 我又没抢 我心里想 我冲过去 把他打昏 一叠钱全部把他拿过来 你说算不算犯罪啊 看见一个女孩子 我做过去 一把把的 然后 你说你算不算 意念犯罪啊 听得懂吗 听得懂 感恩师傅 每次要我讲一遍 讲过好几遍 对不起师傅 感恩师傅慈悲开示 弟子的问题问完了 预祝师傅明天 布里斯本法会 圆满成功 广度有缘 我们一定紧跟师傅的 红法脚步 踏踏实实 学佛修心 感恩师傅 感恩菩萨 师傅晚上好 感恩 那么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摩赫萨 感恩 吴我立他 台长师傅 感恩法师们 感恩来 我谢谢你们 千万不要捧我 我这个人 我告诉你 我希望做一个平平淡 淡淡的人 我跟你们一样共勉 好好学佛修心 让你们开心就好了 好的 感恩法师们 感恩来自世界各地的佛友 义工们 你们好 他准备发 他准备做报告了 弟子代表 美国佛罗里达的同修们 请教师傅以下三个问题 佛罗里达靠近自嘎锅吗 佛罗里达没有靠近芝加哥 没有 离那个人远一点 好的 我说他 爱 毕同修 爱同修 把你搞得头都晕了 说下去吧 在念小房子的时候 经常控制不住杂念 请师傅 请教师傅 如此的念出来的小房子的质量 是等于零了 还是有百分之多少的 刚才有百分之多少了 你杂念不可能念一变经 从头到底都是杂念的呀 感恩师傅 杂念有一点点呢 质量不是太好了 但是还是有效果的呀 听得懂不啦 好的 那太感恩了 有这种人 就是说他以后有杂念念 哎呀 也上一遍 没出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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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今后一定要好好地念 第三个问题 一个九十多岁 学佛念经的老奶奶 一辈子为人非常善良友好 也做了很多的善事和功德 并且乐于助人 以及施舍救济困难穷人 但他没有吃全素 请教师傅 如果他往生后 能去西方极乐世界吗 请施不持非开示 这个老奶奶啊 她不吃素啊 西方极乐世界 我可以告诉你 肯定上不去的 到天上去还有可能 这个老奶奶你现在劝她呀 一直学学学到最后 这个老奶奶就开始吃素了呀 跟她讲吃素好呀 这么大年纪 这么一大块一大块东西塞进去 怎么消化了 听得懂不啦 好的 不消化的呀 叫老奶奶要活得长 就叫她马上吃素啦 好好好 听得懂吗 好的感恩师傅 我的问题问完了 感恩师傅 谢谢 玉珠师傅 在莫尔本 在对不起 布里斯本的法会圆满成功 广度有缘感恩师傅 对不起 有点紧张 最近美国来的都有点问题 感恩 大慕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感恩 实方三世一切 诸佛菩萨 及隆天护法菩萨 感恩 无我利他的恩师 卢君洪台长 感恩 前来助援的法师们 义工们 佛友们 我代表坎培拉共修主 提问一下两个问题 请师傅慈悲开示 第一个问题 有同修会发现这种现象 比如在遇到本命年和三六九岁的时候 会发现状态特别差 比如没有以前的精进 小房子也念的特别少 对自己信心不足 觉得自己根基浅 我值太重 请问师傅 这些现象与本命年或岁数的关节等有关联吗 对于这类类的情况的同修 需要特别注意什么 或如何才能 如何做才能尽快调整好状态呢 感恩师傅 多念大悲咒 多念大悲咒 因为大悲咒 可以增加人的坚强的意志 多念那个礼佛 可以消掉他的业障 那么就这两个经 所以主要的 然后再辅助就是心经 明白吗 心经调节心态 一个人心里要平静 要多念心经 一个人感觉整个都不安全 或者感觉有恐惧 就念大悲咒 明白了吗 如果一个人感觉到我老对不起人家 老又惭愧感 多念李佛大忏悔文 这些念完之后人会舒服的 明白 那这类现象的确是跟本命年和三六九 有啊有关系 有关系 倒霉的时候人就更害怕 一个人还没到本命年就害怕了 那是不是本命年和三六九的时候 都这些经文都要相应的全部加上去 必须增加的 在功课里是吗 对啊 你举个简单的例子 你不管你相信不相信 你如果随便去算个命 人家告诉你今年你会倒霉的 你说你听我之后 我才不相信呢 哪有什么倒什么霉的 要是真的倒霉咋唤 他也会想的呀 听得懂吗 是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第二个问题 有位同修在放生过程中认识了一位佛友 对方加了自己的微信 同修问他是修我们法门的吗 他点头答应 然后那位佛友说 他们有大型放生活动让他去参加 当时同修就明白 对方不是修我们法门的 之后同修发现这位修其他法门的佛友 会转发台长师父的开示文字 但是会把图片换了 并删除了师父开示的出处 并且加了大德教研几个字 遇到类似的情况 我们该如何做更如理如法呢 众善奉行诸恶莫作 不管什么法门 只要他是好的 我们都可以随缘 对不对啊 不一定的呀 他只要能够信佛 与人为善 对不对啊 他不反对国家 不反对澳洲的法律 不反对我们自己的祖国 或者不反对周围的其他的 说人家法门啊 宗教不好 那你就可以跟他随缘嘛 你随便他嘛 他把台长名字拿掉就拿掉 我讲得出来 我又从来不收版权的了 是的 感恩师父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最后想感恩师父 分享一个我们这边坎培拉 比较发心的一位师兄的一个分享 因为之前有师兄询问师父 坎培拉地区想找地方设观音堂 该往哪里找 感恩师父慈悲 提示我们往北面找 之后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在问过师父的第二天 房东主动问起师父有兴趣租下他的房子 他愿意以比现在价格低100澳币的周租金 将整套房子租给我们 我们才突然想到 其实现在他们所居住的这套房子 就位于坎培拉的北部 而且房东也不介意我们 也不介意我们在这里设观音堂 现在只等二房东退租 就可以开始着手建立观音堂 感恩师父慈悲点话 你看了吗 看见了吗 有的时候跟你们讲 你们要相信的呀 对不对 恳请师父慈悲加持 保佑坎培拉地区的观音堂 可以早日建成顺利圆满 可以给坎培拉地区的有缘众生一个家 恳请师父慈悲加持 坎培拉地区的 你一号召好了 悉尼每个省都有我们的佛教协会的 峰会的 你一号召他们都会去的 坎培拉你们都住不下来 他们一来一帮子过来的 是 好吧 已经有很多地区的佛友在帮助我们 他们都会帮助你们的 好吧 希望 赤嘎锅就不要来了 赤嘎锅 这个人蛮好玩的 跑上来就问一个问题 同修 必同修 大概在后面还练了不少时间呢 好了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最后预祝明天布里斯本法会圆满成功 祝师父法体安康 弘法顺利 广度有缘 请您一定保护好自己的身体 坎培拉的佛子都超级爱您 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诸佛佛 超爱 感恩师父 超爱 我们爱您 感恩师父 我学了一句那个聋哑人的语言 这个我教教你们很容易讲的 以后碰到聋哑人上 听得懂吗 就是我爱你 就是这样 很容易的 感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 感恩十方三世一切 诸佛菩萨隆天护法 感恩恩师卢俊宏台长 感恩法师们佛友们义工们 弟子代表西雅图共修族 请教以下三个问题 请 又是美国来的 离枝嘎沟比较远的 也比较 坦白从言 坦白从宽 抗拒个言 请问师父 白话佛法中师父开示过 不是闲人 闲不得 是闲人 非等闲人 请这句话 这句话 请师父能够做进一步开始吗 不是什么 不是闲人 闲不得 是闲人 非等闲人 不是闲人 闲不得 你不是等闲之辈 人家说你这个人 永远不会闲下来的 听得懂吗 后面那句呢 是闲人 非等闲人 是闲人 表面上看上去像闲人 这句话是后面是 我先把后面解释 是 是表面上看上去是闲人 实际上这种人 我们说鸭子划水 暗中努力 这种人 非等闲之辈 听得懂了吗 所以我叫你们学佛 要不要太高调 做人要学会低调 高调做事低调做人 对不对啊 学鸭子划水 你看鸭子在河面 表面上看见它没动 所以它两个脚在下面 走的可快了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刚才师父慈悲开示 请问师父 涅槃和信空是一样的吗 有何区别 净空是思维上的 比方说在巴士田中 在阿赖一世和第七一世摩纳世当中 它是可以清空自己的杂念 然后呢进入阿赖一世的时候呢 人非常的干净 所以就像一面镜子擦干净一样的 对不对啊 涅槃是大车大雾 所以为什么 有的时候说老人家高僧大德 他走的时候叫涅槃呢 实际上他不是死了 他是坐在那里 他的魂魄可以出去可以回来 所以他坐在这里 只要肉身不死 他随时可以回来的 听得懂了吗 所以涅槃是一种超度超脱的境界 那可能是涅槃应该比净空还要更好 明白了吗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行恩师父 为什么贵人出门多风雨 风雨代表什么 风雨嘛就是风风雨雨啊 就是你有名了嘛 总归有人关注你啊 很正常啦 你有名啦 记者就整个盯着你啦 对不对啊 总归是采访你啦 看你有什么啦 你看你一个有名的演员啦 歌星啦 到哪里人家都盯住他了 对不对啊 所以什么事情多风雨嘛就是说要低调 对不对 你越有名人要学会低调 不要太高调啦 听得懂吗 就是这样 所以我叫你们学佛也要低调 学佛到后来学到后来 无我我都没了 我都不知道到哪去了 我脑子里就是别人 就是为人家服务 为人民服务 为众生服务 对不对啊 不要记自己去记别人 经常为别人想 那你这个人就是无我的精神嘛 对不对啊 对 感恩师父慈悲开始 第一次的问题问完了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卢俊鸿台长 预祝明天布里斯本大法会圆满成功 广度有缘 愿师父法体安康 弘法顺利 感恩师父 谢谢 坐坐坐 师父您好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 祝福俊安 广大灵感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摩沙 感恩释放三世一切 诸佛菩萨 义公治班群等等 意思是放生主群商讨 放生活动事项 设佛台 请问师父 这样子做如理如法吗 众善奉行 众善奉行 诸而莫作 只要好好地去度众生 我觉得很如理如法呀 听得懂吗 这是台长 对什么群啊群啊搞不清楚的 因为我不能有群的 我要是有群的话 我还睡觉啦 鼓掌鼓掌 谢谢 谢谢 感恩师父 弟子的问题问完了 弟子祝师父明天大法会圆满举行 圆满成功举行 广度有缘 感恩师父 谢谢 他们都很用心 都很认真 很好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摩合萨 感恩南无十方三十一切 诸佛菩萨及隆天护法 感恩师卢俊宏台长 感恩各位法师 各位义工 各位佛友 大家晚上好 弟子代表坎萨斯地区 请师父慈悲开示 两个问题 美国 对 请继续 弟子的业障自已被 不让师父被 没业障 没业障 看你这个脸 开开心心的脸 有什么业障 感恩师父 第一个就是针对 坎萨斯州是吧 对 他们我们现在 现在那个心灵把门 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在美国每个省 几乎都有我们的那个 那个共修会 和共修组 我们坎萨斯地区 我们坎萨斯地区 还没有正式的共修组 请师父 也请师父慈悲加 是你一个 就有两三个师兄 两三个 找几个其他州的过来移民不就得了吗 过去一段时间弄好了 再让他们回去就好了 你除了那个自嘎锅的那个不要叫 其他都可以叫 感恩师父 其实我们已经有一位师兄 开始发心建了一个群 并已经邀请其他州的资深的事情加入了 所以 讲下去啊 有什么问题 赶快问哪 第一个就是针对目前的一种现状 就是我们的学佛群多 微信多 还有上班 没有那么多时间看微信内容 为了保证手机不瘫痪 不得不每天抽出时间 删除各种微信学佛群 一边删除一边讲 菩萨 请原谅 我没有这么多时间看 请问我这样做可以不可以 你说好不好 没这么多时间 挤出时间来看哪 哪一个人时间多啊 哪一个事情都是要想做 你就得花时间哪 不睡觉 少睡觉 听得懂吗 刚刚我昨天看到一个新闻 一个人如果睡觉少于六小时 这个人的智商会减低2.5 如果一个人超过七个小时睡觉 这个人智商会减到7% 所以超过七小时这个人就晕晕乎乎的 你看整天睡觉的人脑子就坏掉了 听懂了吗 看你不开悟了 假装这么沉着讲起来话了 好像胸有沉着一样 讲下去啊 感恩师傅 第二个问题就是还有一种现状 学佛群 打印出来不就好了吗 好的东西打印出来 慢慢学嘛 以后资料都没有 人家以后人多了 你拿什么东西给人家学啊 是的 好了 感恩师傅 第二个问题就是还有一种现状 就是学佛群里各种层面的都有 有刚接触佛法的 有已经学了几年的 一些刚进群或者刚进入佛法的 看到一些师兄 大段大段的发各种学佛方面的内容 一般不太会被打动 不愿意学 另外一种情况就是 有部分师兄认为只有念经了 才能进学佛群 请问对于这些有佛员 进了学佛群而始终没有学佛 或者佛根不深的佛友 他只要不反对佛法 让他放着好了 就是如何更好的引导和帮助到他们 你有时间不了 你连人家发的佛的东西你都可以删掉 你还有时间帮助别人呢 你赶快带你们当地找一两个 比你能干的人 比你有时间的人出来 你就在后面帮助他们就好了 这两个问题都不是我写的 不是你写的 那你也要努力的呀 是 你帮助别人了 我在尽我自己能力范围之内在做 人家东西少一点 做人实实在在 yes就yes no就no 台上不喜欢假假的 什么事情说真话 我现在还没有 我尽自己的努力 什么东西都莫灵良可的 有什么意思啦 做人假了一辈子还不够啊 还在来点真的好不好 是的 当然师父 讲啦 弟子的问题问完了 吓坏了 经常有这种人呢 被师父一讲马上想到 弟子的问题问完了 真的问完了 你看 总是要找理由 就是要改掉你这个毛病 听得懂吗 跟我学的时间长的孩子 是从来不解释的 听得懂吗 你看我讲你一句 你要解释一句 累不累啊 错了就错了 不是我的就不是我的 是你的也没关系啊 替人家问 有什么关系啊 替人家背一点 对不起师父 就是修得不好啊 好好修啊 好的 你看看很多孩子上来问 我有意思跟他们讲 你看人家都笑嘻嘻的 看见了吗 这叫修养 讲你一句要找一个理由 讲你一句找个理由 明白了吗 明白 感恩师父 我讲对不对啊 弟子寄祝师父明天的大法会 圆满成功 广度有缘 感恩师父 好好找几个人 听得懂吗 好好努力 不要靠一两个人 好好地跟其他州的那些佛友学习 好的 他们都很有耐劲的 他们已经多少年了 他们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学习佛法学到这么多年了 你越搞越大 越搞越好 你看在纽约都是万人大法会的 洛杉矶万人大法会的 听得懂了吗 不要找理由 从现在开始跟师父讲话 必须找理由 对不起 有着戒指 无着加冕 有什么关系啦 谁没犯过错啦 你要不要我跟你赔礼道歉 要不要我跟你磕个头 对不起 感恩师父 好啦 下去啊 师父好 弟子向师父请安 感恩南无大慕大悲 救苦救难 管大灵感 关心菩萨摩赫萨 感恩释放生世 一切诸佛菩萨 及隆天护法菩萨 感恩吴我利他的恩师师父 陆君皇台长 感恩法师们 义工们 佛友们 帝子代表印尼公修会 恳请师父慈悲开示 以下四个问题 问题一 我们观音堂有一位 思维不正常的男士 经常来观音堂 大吃他喝 并且语言行为 有调虚女师兄的情况 他在观音堂 不拜菩萨也不念经 现在他要求帮他四佛台 像这种情况 适合摄佛台吗 请师父慈悲开示 他如果大吃大喝 不会把你吃穷的 给他吃一顿素 少吃一顿荤 这都没关系的 如果发现他 跑到观音堂 看到女师兄 有什么这种不好的行为 那把他赶出去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如果他现在要摄佛堂 要看看他 是不是真心念经 如果到今天经都不念 暂时不要给他摄 听得懂吗 听得懂师父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问题二 有位同龄人 他念功课也念小房子了 他有跟人抗病 用内功医治病人 如果这位病人是学佛的 他就会鼓励病人念经 请问师父 这位同龄人 如果要求观音堂寄经书给他 可以吗 可以 好的师父 他只要不反对你 不在外面乱讲乱搞 对不对啊 有什么关系了 没有办法 有些同龄人 他就像算命一样的 他靠这个吃饭的呀 对不对啊 只是跟他说 不要拿我们的佛友来赚钱 就可以了 好吧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问题三 观音堂师兄们很发心结缘佛具 给佛友施佛台 因为是免费的 新佛友就算经济有能力 也是接受结缘 造成佛友以为佛具免费 提供是理所当然的 请问师父我们这样做恰当吗 有什么不恰当啊 他觉得 哎呀 拿到这个佛具了 觉得无所谓 但是你这个发心出去了呀 你想想看 一个母亲为孩子付出的话 如果这个妈妈给孩子 不一定要孩子回报的呀 但是这个妈妈的心在那里的呀 我们今天做善事做好事 我们不一定要人家回报 不一定让人家 要对我们怎么样 我们只要付出的 为人民服务的心 为众生服务的心 能够帮助到别人 有慈悲心就可以了呀 好的师父 感恩师父 问题是 有的佛友在家人没学佛 又没跟家人商量 就许愿清修 又破了戒后 浑身不舒服 那肯定的啊 像这种情况 引导他许愿清修的师兄 会不会备业 会的 他做不到的你硬要他去做 你就备业了 听得懂吗 不要让他做不到的事情 去答应去做 不好的 清修的话要有条件的呀 很多女师兄就是一个人了 离婚之后一个人了 他可以清修 或者先生跟他一起清修 听得懂吗 否则他家庭会产生矛盾的呀 明白了吗 明白师父 他的本意是好的 菩萨都知道 只是他稍微不了解情况 像这种也不是什么大的业障 跟菩萨好好地忏悔一下 好吧 因为他犯戒了嘛 他就有点醉了 他如果不犯戒 继续清修 那他就没醉 听得懂吗 悲业呀 好了 感谢师父慈悲开始 第九个问题问完了 欲祝师父明天 布里斯本法会圆满成功 师父您辛苦了 我们爱你 感恩 师父好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摩合萨 感恩十方三世一切 诸佛菩萨及隆天护法 感恩恩师卢秋红台长师父 感恩法师们 来自全世界的佛友们 义工们 大家晚上好 我代表新西兰 共修族问以下几个问题 恳请师父慈悲开示 一 我们在海外 单位同事都有各种宗教的信仰 平时大家都是和默相处的 我们不讲别的宗教不好 当他们有严重的家庭问题解决不了的时候 在我们看来就是家庭成员之间有恶缘 用三大法宝很容易解决 但是对方又是浅诚的基督教头 这个时候该如何如理如法的帮助他们呢 请师父慈悲开示 这要看他们有没有缘分了呀 对不对啊 如果他们家里有一个人信佛的 可能这缘分就可以把他们家里一家都转过来 对不对啊 要找南京菩萨好好求一求 南京菩萨在天上专门是管各种宗教 听得懂吗 听得懂 然后如果他不是的话 他不是的话那就很难转了 只能先交个好朋友 等到有机会吧 不要硬去拉 是 明白了吗 硬拉的话会造成宗教界的不和 对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二我们传统中的中式家庭 孩子赡养父母 也会力所能及的给父母提供 良好的物质生活环境 而父母也会帮助带小孩子 提供物质帮助 当父母 匮增金钱的时候 就是正当的退休金收入 该如何善用这笔金钱 如何享用这笔钱 帮助父母 做善事或改善生活的比例 是多少了 请师父慈悲开示 感恩师父 虽然呀 你们家里自己的事情 你们自己管啊 听得懂吗 听得懂 我帮你分啊 给妈妈多少 给爸爸多少啊 你们自此的夜上自此杯 感恩师父 三 师兄住的房子 卫生间下面是厨房 请师父慈悲开示 这种格局的房子 在风水上有什么说法 当然不好了 你卫生间在厨房的上面 厨房熟火的呀 厨房如果火 这个家这个人如果 比方说缺火 他应该经常去烧烧饭呢 对不对呀 这个人如果火很旺的话 你看很多人火很旺 他炒饭一炒就吵架 只要一烧饭火气就大 这个人就是熟火的 如果人这个缺火 他就需要厨房啊 你想想看 污水管在这个厨房上面 我问你厨房 有没有赵王爷啊 有 有没有地神啊 有 你说这个污水管在上面 多脏啊 这种格局好不好啊 不好 想一想就不好了 一边炒菜 上面臭马桶来 感觉不舒服 听得懂吗 听得懂 水没碰到 感觉不舒服了 听懂了吗 听懂了师父 所以这就叫风水啊 听得懂吗 听得懂 风水嘛就是这样的呀 你有时候这个大门一开 就看见你的睡房了 肯定格局不好的呀 丁子路口几家好的 你去看看 凡是丁子路口 哪个不倒霉的 工厂工厂倒霉 这个公司公司倒霉 丁子路口 这个这个房子绝对不能住的 听得懂吗 听懂了师父 嗯 在此我分享一点 我在修学心灵法门之前 两到三个月发现身体有臭味 当时不明白为什么 修学心灵法门之后 我听了师父的漏音 有师兄问师父 我才明白 在此我向观世音菩萨忏悔 向师父忏悔 对不起 我错了 我以前愚痴愚昧 犯下深重邪淫业障 修学半年左右 许愿念经放生就没有了 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 不但救了我的会面 还救了我的生命 感恩心灵法门 要忏悔的 过去有点邪淫 那过去不懂啊 那现在就不能再做了 因为邪淫的人 他身上会有一种自然的错味的 所以他要喷香啊 听得懂吗 听得懂师父 我错了 脑子不干净吗 身体就不干净了呀 你看看脑子不干净的人 脑子懒的话 你身上会干净不辣 脑子动坏脑筋 你说身上会干净不辣 你脑子一邪淫的话 你这个眼睛就不一样了 很多人眼睛一看 你们女孩子都会看的呀 这男人这种眼睛 冒佛光的 你一看就知道他色鬼啊 那眼睛一看你 对不起师父 我错了 你最好不要叫我学好不好 破坏我形象不知道啊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我代表新西兰共修者问的问题问完了 师父您辛苦了 请为了您的弟子 为了来自世界的佛友 及等待您救度的有缘众生 请您多多保重 我们爱您 预祝明天布里斯本大法会圆满成功 广度有缘 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 感恩大家 感恩义工们辛苦了 师父您好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广大灵感光 师父 感恩师父 来自世界各国的义工们 来自世界各国的义工们佛友们 不要半分钟 不要半分钟的 点完油灯马上可以上香的呀 好的 感恩师父 好 问题二 一个人如果无相了 没有自己了 那还会受到别人对他的恶气的影响吗 你如果真的能够无相了 你当然不会受到人家影响了 人家在骂你 你有时候在单位里人家在骂人 说这个人呢 这个讨厌的 我真的不要看他 这种人呢 拍领导骂屁呢 怎么怎么讲 如果你没感觉是假你 你当然笑嘻嘻的 不会生气了 你如果自己对好录座 他又在骂我了 他肯定在讲我 他肯定骂我 你不是着相了吗 你不是有我了吗 无相就不会生气了呀 骂谁呀 你骂谁呀 感恩师父慈悲开始 问题三 读白话佛法 即使是用心在读 读完一遍 还是会感觉自己没记住几句话 特别是对于记性不好的同修 在这种情况下 白话佛法的能量 有没有储存进他的八十天宗呢 感恩师父 你念一遍就进去一遍 念一遍就进去一遍 虽然你记不住 但是已经进入你的脑海里了 你不要以为读书读书 我告诉你 读过之后 他就进入脑海里了 你想想看 过去我们有时候做梦 一做梦 做梦之后 我们到澳大利亚来 从来没来过 怎么会到这里好像来过了 你梦中已经做过了 你从来没讲过这句话 因为你心里讲过了 你就会感觉到 我讲过这句话一样 听得懂吗 听得懂了 感恩师父 慈悲开始 感恩师父 我们非成功修主 定会团结一致 修行修行 管度有缘众生 做观世音菩萨 妈妈和师父的好孩子 感恩师父 好好修 感恩恩师卢俊宏台长 感恩各位法师们 感恩世界各地远道而来的义工 朋友们和佛友们 大家晚上好 帝子代表美国 德克萨斯州 休斯顿共修主 向师父请安 弟子的业自己背 不要恩师背 德克萨斯州共修主 有以下三个问题 请师父慈悲开示 问题一 师父在开示时有说过 在念礼佛大忏悔前 忏悔的时候 不要把事情说得太详细 否则这样会加深 这件错事 产生的业障 但是在修习白话佛法 之后的分享过程中 有的师兄会不经意的 把他自己做过的事情 提出来 并且表示忏悔 他们主要是想提醒 其他师兄们 不要放同样的错误 请问这样做 会加深这件错事 是产生的业障吗 不会 只是说 比方说你今天 做了这件错事 你只能泛泛地讲 不能把细节讲得 像讲故事一样 讲得很详细 那就不对了 你让人家听了之后 有这种各种各样的幻想 那就不对了 你只能说 把这件事情说 你比方说 你曾经 曾经偷过东西 我真的很后悔 我以后 我学佛之后 我就知道了 不是自己东西不能拿 这是可以的 我曾经 曾一个暗屋 晚上黑暗的时候 我看见没人的时候 我进去了 不能讲得很详细的 听得懂吗 听得懂 感恩师傅慈悲开示 问题二 有女同修想把头发剪下来 捐给生癌症的小朋友做假发 这样做会不会不好 请师傅慈悲开示 就是 小孩子没头发吗 很正常以后会长的呀 对 为什么要做假发了 就是有些小朋友 他做了化疗嘛 然后头发长不出来 一岁啊 上面没血 没血 最好不要 最好 因为这个女同修的气场 会影响这小孩子的呀 而且这个小孩子 如果真的身上有灵性 他这个头发借给他 那个灵性就会去找他呀 所以不要做这种事情呀 所以很多人过去就是不知道 有一个奶奶要走了 不知道谁教她的 教一个小孩子12岁 跟她说 你只要不停地搓你奶奶的脚 奶奶就走不掉 就是这个材料都懂的呀 结果奶奶一直要断气 这个小孩子 奶奶奶奶一边搓脚就不让奶奶走呀 过了一会儿 最后到了时间到了 时辰到了 鬼巴一拖走的时候 结果一个小孩子突然之间一抖 好了奶奶走掉了 一走掉之后 这个小孩子摔在地板上醒过来之后 讲的话全是奶奶的话了 魂魄直接进他身了 这种事情全有记载的 我跟你们说啊 不要开玩笑 好的 假发套们到假发店去买一个们就好了吧 对 听得懂吗 好的 自己剪下来 你没多少钱的了 对 没错 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问题三 我们听说某些血型的人不宜吃某些食物 比如说O型血的人不宜吃奶制品 请问这样说是否正确 请师父慈悲开示 什么血型的人 什么制品都可以吃 只是他的肠胃 还有他的荷尔蒙的 肿的流量 还有他自己本身的白血球啊 红血球啊的细胞源 造成了他能够吃这些或者不能吃这些 实际上你要是讲的O型血不能吃奶制品 也就是极少数部分的人 因为O型血的人 他这个血可以给谁都可以的 而且他是性格比较开放性的 他的肠胃可能会好和可能会不好 跟他的父母亲有关系 跟他的DNA有关系 并不是说所有的爱情血都不能吃奶制品的 对不对啊 对 感恩师师父 我们的问题问蓝了 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恩师卢俊恩台长 弟子欲助 师父明天的布里斯本大法会圆满成功 广度有缘 感恩大家 师父我们爱你 你们观音堂有了吧 有 实际上我是非常观音堂的 然后休斯顿工修组他们 他们有观音堂的是吧 休斯顿有 有 而且很大 对 美国现在已经有17个观音堂了 纽约刚在建了第三个观音堂 所以我们正在很快的发展 好好的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听到什么 感恩师 好好的 佛法的精髓 对不对 我们佛陀的这种智慧 对不对 就是要让很多西方人能够借鉴 对 我们也有西方人来我们的观音堂了 感恩师父 正在努力中 感恩师父 你把师父的英文的书给他看呀 嗯 第一次给师父请安 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感恩十方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菩萨 感恩忘我无私 心系众生慈悲的恩师 无私忘我 对不起师父 无私忘我 差不多 感恩法师们 感恩全世界前来祝园的佛友们 感恩义工们 大家晚上好 欧洲荷兰共修组有五个问题 请师父慈悲开示 问题一 儿童佛学班的孩子们 很多都是义工的孩子 也会跟着义工来观音堂值班 孩子们的相关课程结束后 孩子们一整天在观音堂待不住 请问师父 观音堂当天值班的义工 是否可以带孩子们出去活动一下呢 楼下有很宽敞的空地 可以啊 给他们做功课 带他们玩玩 这孩子现在不可能像法师一样 整天早上念经 晚上念经的呀 开这么玩笑了 带他们去玩玩 听得懂吗 是 台长小时候也要经常吵得出去玩玩的 感恩师父 问题二 我们共修白化佛法 召集人带着一位重症师兄参加 他觉得这位重症师兄 此刻更需要通过白化佛法的学习 开悟消夜 但是其他师兄在学习过程中会有精神不振 精神不振 头疼 头疼犯困等现象发生 心底质疑这样做是否合适 因为重症患者影响了共修气场 请师父慈悲开示 是否应该带着重症师兄参加学习 记住了 如果大家都觉得头痛啊 气场不好了 气场不好 暂时先叫他不要跟大家共修 可以找几个气场比较好的人 在另外一个时间把他请过来 几个气场比较好的人专门跟他共修 不就可以了吗 感恩师父 感恩师父 问题三 我们修行的最终目标是要超脱 此生要了却所有人间情缘 在修行中会出现与自己缘分深的师兄 对方喜欢做人情世故 人情往来等 自己不想把学佛修行的事情 与人间的情挂钩 只想彼此之间干干净净的修行 于是逐步的拒绝人情世故与人情往来 让自己尽量避免躲开此类人情世故 导致对方会不开心 或者觉得自己功高我慢 就是被人家追啊 讲了这么多很简单的 就是人家要追你啊 请师父慈悲开示 这样的想法做法如理如法吗 应该怎样智慧的处理 与同学 讲都不要讲了 他到这里来学佛还是来追人的啦 有缘分也不能在观音堂里面的啊 如果他是单身 你也是单身 那么你们两个人愿意谈 大家清修 境界高 这也是可以的 如果你结了婚了 和他结了婚了就不可以 听得懂吗 如果什么面子不面子啦 明白了 他跑到这里来追人到外面去 这里登抱着去找 感恩师父 问题四 有的师兄 虽然没有许仪式修成和清修的愿力 但是这些师兄学佛非常精进 现实生活也是按照严守戒律清修 来要求自己 也把仪式修成作为修行的目标 像师兄没有许这些大愿力 是不是也会在五年之内 业障连续爆发 消业障了 感恩师父 会的 也会的 平常 有愿力的人 只要你做善事 他都会消业障 愿力很重要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感恩师父 就等于相当于你娶了个愿 我一定要做好人 菩萨就看着你 护法神就看着你了 然后你只要做好事 菩萨就说你是个好人 听得懂了吗 听懂了 感恩师父 问题五 家中的佛台大 没有男师兄 只能女师兄铺上红布 定期爬上佛台清理 请问是否可以 在清理之前 可以请求护法神慈悲原谅吗 还需要你 没关系的 小丫头 这个没关系的 没有男师兄 女师兄只要干净 脑子里干净 爬上去就爬上去了 没关系的 跟菩萨讲 但是记住千万不能烧香 也不能点那个油灯 明白了 那需要念什么经文吗 如果要 心经啊 让自己干净啊 明白了 爬上去多高啊 好 那佛台这么高啊 找一个长得高一点的 直接上去不就好了 像你不是很高吗 感恩师父 你要爬上去的 好 你帮人家去换换油灯啊 做做佛具啊 有什么关系啦 是 好了 那佛台背景化 因为油烟熏的有污渍了 可以擦拭吗 可以啊 还需要念什么经文吗 也是心经吗 心经啊 感恩师父 我们的问题已经问完了 感恩师父的慈悲开始 预祝明天 布里斯班的法会 圆满成功 广度有缘 祝师父法体安康 您的健康是土耳门最大的幸福 在此也呈邀全世界的佛友们 在美丽的金秋时节 参加9月8日法国和9月10日荷兰的两场法会 感恩大家 祝大家晚安 感恩南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合萨 感恩南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及隆天护法菩萨 感恩师慈父卢君洪台长 感恩各位法师们义工们佛友们 弟子 弟子谨代表多伦多共修组 向师父提问以下几个问题 请师父慈悲开示 一佛台在二楼 孩子的睡房在三楼正处佛台的上方 请问师父这样的佛台设置位置如理如法吗 在佛台的正上方 这个地方不要放孩子的床 这个上面比方说放一个桌子 上面发点花啦 尽量不要让人走动 听懂了吗 感恩师父 直接在上面不好的 二 家人尚未全素也不念经 在我们外出参加法会期间 如果他们愿意打理佛台上早晚香 但有时意念又不静 是否可以再继续 请他们帮忙打理佛台 他愿意打理就让他打理 听得懂吗 感恩师父 你不要以为爸爸妈妈不相信 但是他们可能心里很尊敬的 你要叫他做一件事情 年纪大的人就比我们年轻人做得好 他们很认真的 答应你的事情 虽然他不相信 但是他一定会做得好 这就是老一辈传下来的传家宝 感恩师父 三 白话佛法中师父讲道 众生都有念头 但念头不干扰佛性 佛性不干扰念头 请师父慈悲开示佛性与念头的关系 像这种不应该在这种场合讲的 因为要讲佛理佛法 因为很多都是刚刚现学的 他们不一定能够理解 这是学理论的 但是我可以简单的讲几句给你听听 对不对啊 这个佛性是什么 佛性就是在你九世田中阿摩罗世里面的 这是永远不会变的 听得懂吗 你说一个人 众生皆具佛性 每个人都有善良的心 我们把佛性暂且比为一个良心 你说再坏的人他也有良心的 过去那些杀人犯等到要枪毙的时候 妈妈来看他了 他也会跪在妈妈面前 妈妈我做错了 我对不起老人家 我不是人 他就是良心发现了 这是佛性 对不对啊 你说干扰了 互不干扰 良心存在最里面的 那么很多人为什么没有良心了呢 因为他们良心被污染了 被遮住了 所以看不到他的良心了 他的贪欲 听得懂了吗 所以互不相干的 明白吗 明白 再坏的人他也有良心 对不对啊 再好的人他也有污染的 明白吗 明白 感恩师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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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不在内 更不在中间 是否师父的意思是 这个业障 是根本不存在的 所以才说 既不在外 也不在内 更不在中 这其中 是不是想说 业障与烦恼 都是随着我们这个不安的心启动 而刹那生灭的 生灭灭脊 根本是不可得的 空的 联想到我们现实的问题 我们平时修行 消除业障 要用三大法宝 念经许愿放征 而前文中的大师们 却能做到顿超植入 物业性本空 我们怎样才能做到 像文中的高僧大德一样呢 请师父慈悲看事 你怎样才能做到啊 我给你三个字 你早呢 开玩笑了 人家修多少事啊 傻姑娘 你修了多少时间呢 听得懂吗 万年都是违心造的呀 世界上一切是心动了 这个事情才有啊 你心灭了就没了呀 你想打官司了 这官司就来了呀 你说我不打了算了 那官司不就没了 你想跟老婆吵 你就吵了 你跟老婆说我不跟你吵了 大家就好了嘛 不是心在动啊 你想像大师 你多修几辈子 你保证是大师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他开悟倒是对的 解释倒是有点道理的 感恩师父 我们的问题问完了 师父您辛苦了 弟子代表多伦多共修组的师兄们 祝您法体安康 我们会在多伦多这方土地 学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喜舍 紧跟您的步伐 发菩提心 修菩提行 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和佛教精髓 把大爱撒遍有缘大地 好 感恩师父 预祝明天布鲁斯本法会圆满成功 布鲁克林好了 你师父 布鲁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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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师父 感恩师父 师父好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感恩南无十方三世一切祝福菩萨 及隆天护法菩萨 感恩吴尔利他的恩师 盧君弘台长 感恩法师们 义工们和佛友们 弟子代表 美国洛杉矶共修主 向师父请安 并提下以下四个问题 请师父慈悲开示 问题一 有师兄想发心建立一个白化佛法读诵群 有几个修得好的师兄轮流读诵 此群专门针对人群是新人 比如有轻微心理障碍的 有健康问题的 有喜欢聆听的等等 以这样的善巧方式来弘法度众 请问师父 这样做是否如理如法 如果加入群里的人很多很杂 读诵的师兄会悲业吗 如何更好 要救人哪会 哪会不被人家备业了 你说医生要救人 哪会不帮人家备业啊 对不对啊 对 所以你要做好这个准备的 找几个气场比较好一点的 愿意出来救人的人 可以开这么个群 帮助别人都是好事情 对不对啊 连地藏王菩萨到地府里面 都要救恶鬼呢 对不对啊 我们做一点好事没关系的 但是也要量力而行的 如果觉得自己没有这个能力 你帮他被他拖下去怎么办 有很多人就是经常去劝人家不要吸毒的 最后呢 他被人家拉了 他也吸毒了 很多人呢 听得懂吗 听得懂 要保护好自己的情况下 再救人的呀 你今天看见人家掉在水里了 你都不会游泳 来我来救你 就啪一下子被他拉下去了 听得懂吗 听得懂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问题二 最近有些师兄建立了好几个白化佛法 随缘读诵白化佛法 并邀请许多佛友在群里读诵 因此没有时间念小房子 请问师父 念诵白化佛法 与念诵小房子消夜的效果是一样的吗 如果不一样 应该如何平衡之间的关系呢 如果业障不重 智慧不开 多念白化佛法 如果觉得自己智慧很开 就是业障太重 上辈子欠的人家很多 我劝你还是念小房子 多一点 白化佛法少一点 听得懂吗 脑子不开窍 在单位里经常得罪人 经常得罪老板 得罪领导 这种人们应该多看看呀 多看看白化佛法呀 看了他就明白了 怎么做人呢 学佛就是做人呢 所以为什么叫佛法人间啊 学佛如果你人都不会做 你不孝顺父母 不自己懂得怎么样 遵纪守法 你说你学了佛有什么用啊 你以为你真的上得去的 人成即佛成啊 太虚大师说了 一定要做人做得像菩萨 你以后才能上去做菩萨 听得懂吗 听得懂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问题三 请问师父 曾经有一位听众 在节目录音中请教师父 他问 在观音堂清理香炉的香灰 需要把香炉请下来吗 师父的回答是 放在上面也可 没关系的 只要不要点香就好 你有条件请下来也可以 实际上供菩萨的东西 最好不要去动 请问师父 您说的最好不要动 是不是我们不要常动香炉的话 在某些程度上 能够对观音堂或共修主 会比较好 因为弟子的家乡 有很多风俗认为 自己家中设置佛台的香炉 不可以常常搬动 否则对家运不好 请问师父 是否真有此说法 是的呀 我不是已经提醒你们了 能不动的最好呀 佛台这个动 你动佛台也不叫动土啊 一样道理的呀 你就是不烧香的时候 不点油灯的时候 你把那个筛子啊 就这么弄 把它抖一抖在上面 一边念心经 菩萨护法神都会很开心的呀 听得懂不了 你搬下来搬上去 很多人茶杯搬下来 观地菩萨的 那个周昌菩萨的 到时候搬上去 全部是哪个菩萨 杯子都换错了 观世音菩萨 把周昌菩萨喝了 周昌菩萨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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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大家一起干干干干干干干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弟子的问题问完了 我们一定谨尊师父的教会 努力学佛修心 坚持弘法度众 并且和北美的众弟子 一起精进弘法 去帮助更多的有缘众生 感恩师父的慈悲教导和加持 我们都很想念您 很爱您 也请师父保重身体 预祝师父明天 布里斯本的大法会圆满成功 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感恩大家 谢谢 师父好 感恩 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感恩诸佛菩萨 及隆天父法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 恩师如君洪台长师父 感恩各位法师们 来自全世界各国的义工和佛友们 大家晚上好 弟子代表美国加州成郡共修主 向师父请安 我们有以下两个问题 请师父慈悲开示 问题一 有些弟子自身福保很大 一切都很顺利 所以功课的礼佛大忏悔文 这么多年来都一直只念一遍 请问师父对于一般弟子 或修得比较多年的师兄来说 如果业障不多 有没有规定说 功课的礼佛大忏悔文 至少要念几遍 请师父慈悲开示 一遍 至少一遍 至少一遍 听得懂吗 好 念得好的再怎么样也一遍 因为一天下来 你讲错话做错事情 你念一遍礼佛 我告诉你不可估量的功德 所以很多人在老板这里做错事情了 回家念一遍礼佛 第二天老板就算了这件事情 很多我们的佛友 很多人在公司里做错事情了 或者领导这里做错事情 讲错话了 这领导对我有意见了 回到家心里很难过 念一遍礼佛 第二天领导对他很好 老板对他OK 就是这样 心里一遍一遍一定要念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问题二 有气彩光的地方就是有菩萨 那请问师父 如果照相机拍到的太阳 或者是灯光有粉红花瓣 那也是代表有菩萨吗 请师父 如果不是有意的光圈所为 如果有气彩光 应该是菩萨的佛光 我问你太阳系里面有没有菩萨 有 月亮系里有没有菩萨 对不对啊 你想想看好了 你看彩虹里面你们看不见 我每一次雨后彩虹我一看 菩萨都踩在 就是踩在这个彩虹的桥上 所以人家说缺桥相会就这么来的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漂亮的不得了 听得懂吗 嗯 听得懂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我们的问题问完了 预祝师父明天的布里师本 法会圆满成功 广度有缘 请师父保重身体 感恩师父感恩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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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你好 你好 你好 师父辛苦了 师父感恩观星菩萨 感恩师父 我自己也让自己背 请师父看看我本人的腿 几几年数什么 我是1954年数码的 想看什么讲吧 看我的腿 左腿 左腿的 不要讲 不要讲 对 好 你的腰椎肩盘突出 对 你的左腿啊 这里筋落 血根本下不去 对 所以你的腿经常是凉的 对啊 对 一直凉 腿发胀 胀得很厉害 我告诉你啊 嗯 你的腿的脚面这个地方 嗯 还有静脉曲胀 筋都爆出来了 对了 对 完全正确 还有 你要注意了 他这个关节啊 你长期缺钙啊 你这个左腿这里血 长期下不去啊 已经形成了 你这个骨关节 这个地方有点扭曲 所以你 有一段时间会有点瘸的 对啊 是的 我再看看啊 你过去有打过胎 对啊 两个 两个 对啊 鼓掌 对啊 完全正确 师傅 你懂了吗 我已经超过这个孩子的腰经症 我看看啊 走了没有啊 好的好的 你唸了 你唸了多少张啊 怎么一个都没走啊 怎么一个都没走啊 一个在你的腰上 对不对 你的腰非常痛 还有一个在你的头 肩膀和头这里 所以你经常有偏头痛 晚上失眠 掉头发 我讲的对不对啊 对啊 完全正确 师傅 感谢师傅 听得懂吗 听得懂了 还有做噩梦 做噩梦 你要当心啊 对啊 你过去有过压身的情况 鬼压身啊 有有有 对啊 是的 你妇科也不好 对啊 妇科不好 对 感谢师傅 还有啊 你们家族性啊 有心脏不好 你们家里的长辈 有人心脏不好 所以你的心脏也不好 对啊 师傅是的 嗯 好了 你赶快把两个孩子念掉吧 念掉哈 你即使说要多少张想发路啊 一个是82张 好的 一个36张 好的 并不多 好的 有一个孩子会从你身上跳来跳去的 好的 所以你的坐骨神经 和你的后面的筋啊 筋络经常会觉得抽 有时候脚会抽筋 有时候手发麻每天早上 对 对 对 很对 听到懂了吗 看看啊 你几几年数什么再讲一遍 五四年数码的 年轻很漂亮 感恩师父 有三个男的死追你的 有三个男的死追你的 感恩菩萨 这感觉菩萨 感恩菩萨让我看图腾了 听懂了吗 很活耀的他 很厉害的 嗯 那两个人 两个人是你不要的 一个人 一个人是人家甩你的 听懂了吗 师父真可爱 嗯 我跟你讲了 你要记住了 还情债 听得懂吗 心脏要当心 不要生气 好的 你这个人对人家好起来 真的是掏心掏肺的 对 你可以命都不要对人家好 完全正确 但是你要知道 人家伤害你的人 你一辈子都忘不了的 你恨心还是很重啊 不要恨啊 好 我要改 改啊 一定要改 你自己伤自己啊 好大 你知道恨心 是不是伤害自己的心脏了 对啊 心脏受不了的 这个恨那个也恨的 有什么好恨的啦 缘分呀 有什么办法啦 好的 你欠过人家不啦 那么人家欠过你不啦 那正常不啦 欠来欠去的呀 有什么办法啦 好的 多念姐姐 这我们就化掉了呀 明白了吗 好的师傅 还有什么问题啊 看看我的这个 这个脚面那种 脚 从这个脚板 开始往上大腿 它从下往上走 跟你说脚 跟你说你血脉不通呀 你的脚壳那个地方 根本血都不流啊 所以你脚发麻呀 哎 你要当心啊 你过去吃了很多的活的东西啊 对啊 你吃了很多螃蟹 你知道吗 是的 哎哟 已经许愿吃全素了 赶快了 两年多了 已经许两年多了 是吧 许愿清休 许愿那个全素 你千万不要生气 生气对你心脏不好 你的血 你的心脏那个pump啊 下不去 嗯 血也上不来 所以我告诉你 你要当心 你有时候血压会高 但是有时候呢 又觉得人浑身无力 对 就是血上不上 下不下 听得懂吧 浑身无力的时候 你是不是行变呢 我就走不动路了 行变不就 就不上不下嘛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很能干 他很能干 感谢师傅 他这个能力是能够做大干部的 而且他能做生意 感谢师傅 好了 感谢师傅 师傅 能不能再看一个亡人了 好 讲吧 但是我对不起工作人员 叫什么名字啊 就是那个 他是叫廖鲁青 对不起 工作人员干嘛 他不要理他们 他不要我看了 我说了 不理他们 谢一同师傅 谢一同师傅 真的 我对不起 叫什么名字 王仁报名字就可以 廖鲁青 廖就是广字面包 廖 廖 廖 第二个呢 廖鲁 山东鲁 鲁青岛的青 青是什么青啊 青岛 男的女的 男的 什么时候死的 2012年 男的是吧 男的 看到了 我讲给你听了吧 长脸 对啊 短头发 小平头 对 眉毛很浓 对 这里有点点犬骨 对 这阿修罗 太棒了 还要上最好 很好爽 这个人 我告诉你 脾气特别好爽 人也很好 我告诉你 正的不得了 是的 什么都能干 你家里什么都能干 完全正确 对啊 是你亲人 还是我亲人啊 我的亲人 那为什么我比你清楚呢 师父厉害 跟你开开玩笑 听懂了吗 在阿修罗道 你再给他大概要念83章吧 好的 他应该还可以到天上 太棒了 更高一点 太棒了 他人挺好的 83章 他很仗 就是说非常仗义的人 就是讲义气 他的心仁特别好 长义气的人 对了 非常义气 就像一个劳善冬 听得懂吧 就是很讲义气的 对 很值得 非常好 他好像穿的一件 他好像穿的一件 是像工作服一样 就是这种 就是这种 这里扭扣 往这边扭的 在扭扣好像在里面那种 工作服一样的 走的时候 稍微有点点痛苦 是的 是的 但是还是最后 还是被他上去了 他都不是你们超度上去的 他是自己就是到阿修罗 人很正 都能够到阿修罗 但是他的毛病 你知道什么吗 就是他恨了 他恨很多事情 慧心 太重 是吗 他本来可以到天界的 恨了 太恨了 他恨很多人 人家搞他呀 怎么弄他 他恨得不得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了 好了 感恩师傅 师傅辛苦了 感恩观世音菩萨 师傅 师傅好 弟子 替这位同修翻译一下 他是 师傅他自己的业障 他自己背 不让师傅背 他讲广东话的是吧 对的师傅 然后我帮他说 师傅他是1962年属老虎的 嗯 嗯 他想问什么讲吧 是的师傅 他怀疑被下降头 两年之前呢 打通过师傅的图腾电话 师傅确认是被下降头的 而且呢 已经他烧送了有一千多张小房子 三百多张是他自己念的 嗯 现在他现在的情况就是头部 看到 看到你用不着讲的 对不起 嗯 我告诉你 你问他就知道了 他现在记忆非常不好 对不对啊 嗯 海了海了 是的师傅 第二 晚上睡觉失眠情况非常严重 嗯 他有一条蛇 经常在他身边 像绕住他一样 所以他经常身体会不舒服 穿着衣服觉得小了 然后这个手啊脚啊 经常要动 一条蛇啊 在你身上 你有没有做梦做到过什么蛇吗 没有啊 嗯 他说没有 这条蛇现在在他的床下面 他有一条床啊 嗯 我可以告诉你啊 你问他好了 他的床我都看见了 像红木床一样的 好 对不对了 是的师傅 床底下有什么我都知道 有一个什么用过的小纸板箱 还有好几双拖鞋 那条蛇就在他的脚底下 床的下面的脚底下 所以他做生意他一直不赚钱呢 刚刚赚进来就出去没了 赚进来就出去没了 你问他对不对啊 对的师傅 他说是的 这个杠头就是弄你的钱的 其实他赚得到钱的 他有个小生意 我刚刚看他 他有生意的 他说是他先生 你先生不是你的啊 你们不是一起的生意啊 先生的 你啦 你的啦 没有 没有 没有就是你的啦 没有就是你啊 你就是你的老公啊 雷跟老公的钱就是雷啊 雷跟老公的钱是团结起来了 感恩师傅慈悲 听得懂吗 听得懂 他还想看什么啦 我就告诉他啦 他现在被人家下的杠头 是在香港的偏南面的地方 他得罪过人的 在香港的南面的地方 我讲了对不对啊 对 师傅 他点头的 谢谢师傅 我告诉你 也是生意上的伙伴 明白了吗 听懂了吗 他为什么跟他下岗都知道了 他先生做了一些 你先生今天来了没来啊 没来 没来是吧 那我讲了 来了我就不讲了 你先生在生意场上得罪的人 你先生在感情上也出过差错 我讲了对不对啊 大不大 是不是啊 知道师傅 师傅说的很对 感恩师傅 好 清经要念一千两百遍 好 好吧 小房子要八十六张第一波 第二波还要念六十七张 好吧 好 还有家里的 他家里有一个好像玻璃缸 有一个像放金鱼缸一样的玻璃的缸啊 雷高里啊 有吗 那有一个像水一样的东西啊 在你的客厅的靠右手边 窗户边上有个什么玻璃的东西啊 哦 他想起来了 他说是玻璃的一个柜子 对一个柜 这里面有灵性听得懂吗 那个人放的杠头就在你们这个玻璃柜里面 你没有听见这个玻璃柜晚上有响声啊 对的师傅他就经常听见有 金银光浪的呀 对对对 在里边呀 是是他是这样形容给我们 看见了不啦 对的师傅 我刚才对不对啦 对 得不得啦 得 洗不洗啦 他家里蛮有钱的 我刚才看他家里都是红木家具 蛮有钱的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好吧 好的 你叫他赶快念啦 我刚刚已经跟他讲了 还要叫他念往生奏 好吧 好的 他的给他下钢头那个人蛮厉害的 他都不是找香港找人给他下的 他是到东南亚 我看好像是在泰国一带 他找人给他下的钢头 好的 所以他们一家下钢头之后 他们一家当时都有不同程度的 就是生病 对对 师傅说的非常对 因为他刚才就是说 他家人是经常会生病 一个轮着一个的 对对 被人家下钢头自己不知道的 是的 就是压一伙这个生病 哎呀烦死了 怎么他又生病了 怎么怎么搞的 哎呀怎么家里是老倒霉 这个钱赚进来又没了 那个钱赚进来又没了 是呀是呀 整家人都有事 是呀 整家人都出事 你终于发声了 听不懂吗 有个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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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 有点闷的声音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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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 对对对 是的师傅 你知道了 他找人下钢头的那根地方 就叫他一个名字 敲一下锅 敲一下鼓啊 叫他一下名字 敲一下鼓啊 下钢头要叫的 点完香之后嘴巴里还要念念有词了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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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家里佛台有没有啊 有佛台要跟菩萨天天忏悔的 请关心菩萨保佑我 化解别人给我下的杠头 听得懂吗 师父啊 还有药桃也蛮 我的胸也都咕咕咕咕咕咕咕 摇摇荒荒野来 师父他说 他晚上或者早上的时候 窗都会传出一些人家敲打的声音 敲打声音是不是 对的 就是那个玻璃厨发出来的呀 那个灵性就在玻璃厨里边呀 叫蛇呀 穿来穿去的呀 听得懂吗 你叫他自己真的要当心了 在他们家里阴气很重 你问他 一开门进去就感觉不舒服 你问他 是吧 是的 他说是的 师父 到底你是广东人 还是我是广东人 师父 师父 师父厉害 听得懂了吗 好的 师父 没什么大问题的 好吧 我现在看看 他给他下杠头的时间 大概还有三个月 三个月这个能量就慢慢慢慢没了 三个月 如果你念经的话 那么说不定两个月就没了 听得懂吗 要跟菩萨许个愿 说不定一个月就没了 明白了吗 你的宅呀 他们家里的一个小孩子经常会发烧 就是给他们下杠头 他们家一家 就是说经常一个个轮下来 就有人头会发烧 就是下杠头 对的 对的 对不对啦 是的 师父 对的 轮的呀 轮的呀 是的 师父 说得正确 感恩师父 他们东南亚有的呀 你花点钱 跟说 所以跟哪一个 说生意人不好 他就去给你下杠头 你给他点钱 他就给你做 实际上正规的佛法 不应该做这种事情的 不可以的 这个都是 不是正道的 都是偏的 听得懂吗 你看台长 从来不给人家做这种事情的 对不对呀 我也不会 我就教你们学佛学法就好了嘛 对 对不对呀 靠菩萨还要靠谁呀 靠菩萨最好了 最大了 对 感恩师父 感恩师父 那还有什么问题呀 快点啦 师父 他要多少小房子 刚刚讲了两个了 对不起 那房子的药金者需要吗 一样念 房子药金者 再给他五十六张吧 五十六张好的 好吗 叫他晚上睡觉 把灯开着 好吧 叫他那个玻璃厨 把里边有一个 饰品 像一个人不像人的 一个小的饰品 就是事物啊 那有一个饰品 叫他拿掉 他说有的 有事物的 有那个 半透明的 对对 他说有 听得懂吗 听得懂 拿掉 包好 听得懂吗 好 嘴巴里要念大悲咒的时候包 白天包 中午 中午过了十二点钟就不要做 明白了吗 好了 他还有什么问题啊 他放生还要多少条鱼 这么多的两千八 要放两千八百条 好的 慢慢放吧 好吗 他家里的风水不是太好 他家里走进来啊 正门走进来啊 边上的那个卫生间啊 一个是卫生间啊 就不干净 而且边上马上又有厨房 我刚才对不对啊 他说是 而且家里太多的防古的东西了 防古代的东西太多了 听得懂吗 画呀 什么东西啦 画的 古代的那种画啦 听得懂吗 他说 他是他女儿到处去旅游的时候 把那些画像啊什么的买回家里面的 怪不得 他又走到 走到这个地方 还有一幅画 走到的地方 就是走到 右手边走到的地方 靠窗户这个地方 你回去好好看一看 凡是有头像的照片都拿掉 知道 我会跟你说的 好的 你刚才没啊 好的师傅 我会帮他翻译 你帮他翻译 帮他解释一下 知道师傅 感恩师傅慈悲 好好念经啊 好的 好好修啊 好的 听得懂吗 好的 人很傻的 人很老实的 他很老实的 人非常善良 好的 好好念经吧 师傅 师傅 对不起 对不起 我想要问一个王人 可以吗 快点快点啦 师傅 他叫王玉如 男的女的 女的 玉就是玉石的玉啊 玉就是金字旁 一个玉 然后 如呢 如就是草花头 一个如果的如 王就是三横王是吧 王是金字旁 黄对 草字头一个黄 草字头 黄玉如 对 女的是吧 女的 什么时候走的 2014年7月份 王玉如 王玉如 个子不高 矮矮的 耳朵都蛮大的 头发往后竖的 对不起师傅 我是帮同修问 嗯 已经在天上了 他在预见天 感恩师傅 嗯 他的家人 就是夫妻双修 帮这位仙人 念了262张小房子 上去了 感恩师傅 已经上去了 感恩师傅 好吧 请问师傅 他要不相信的话 你跟我讲 我可以叫他 家里王人 两个星期当中 托梦给他 直接可以给他看的 在梦中 他们很相信 很相信就算了 对 好吧 他们非常相信 好的 感恩师傅 已经上去了 那如果想要把他 这位仙人超出六道的话 那他们还要多少张小房子 很难 好 谢谢 再给他念八十多张吧 好的 可能可以再上去几届吧 好 好吧 太感恩师傅了 师傅慈悲 感恩师傅 辛苦了 谢谢 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 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的卢君红台长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卢君红台长世界佛友见面会 祝大家学佛精进 法喜充满